上集分享了马来西亚人物企业家 这集我来分享2020残疾奥运 马来西亚人物 欢迎观看我的频道 请大家订阅 按赞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林维宾同学 马来西亚参与了9个运动项目 总数22位参赛运动员 18位男性 4位女性 在东京残奥运会上赢得三枚金牌 两枚银牌 我们看看五枚奖牌运动员是谁 他们是波尼古斯丁 谢利好 阿多拉迪夫 杨玉基和周伟伦 波尼古斯丁 英语名 Boney Bonio Gaskin 是一名马来西亚力量举重选手 他打破残奥会记录 为第一位在残疾人奥林匹克夺冠的马来西亚选手 波尼是一名比达有族人 他自小在沙拉越州西连省 甘榜巴鲁满旺 Campan Boo Bwon长大 2021年 波尼出战残疾人力量举重世界杯男子72公斤级赛事 举出230公斤刷新世界纪录 拿下金牌 他随后会选为2020年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马来西亚棋手 已成为首位在残奥会封王的马来西亚力量举重选手 协力好 英语名 Chiolik Hu 是马来西亚的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员 由于他天生晃有必从神经麻痹导致他的右手力量和稳定性比左手来的较差 他在2020年夏季残奥会男子单打项目中获得金牌 使他成为第一位获得残疾人羽毛球奖牌的马来西亚运动员 也是他与球生涯有史以来第一个残奥会冠军 大马残障跳远名将阿都拉迪夫已经为我们国家获得了无数的金牌 而他现在希望自己能打破世界纪录而不是拿冠军 阿都拉迪夫所参加的项目是T20级别学习障碍 他在2014年的加入国家队 而接下来他也不停地打破世界纪录 以破世界纪录的姿态为大马在2020残奥运会摘下金牌 17岁遇上车祸 断腿层线低谷 让预期重心振作起来 而打开了人生另一扇窗口 32岁的杨玉琪来自沙拉越古镜的石甲 大马东京残奥会举重选手杨玉琪 在男子107公斤级的举重赛中 举出237公斤的重量 成功为大马夺下银牌 周伟伦4岁遭母亲遗弃 并由祖父照顾 9岁被送进残疾之家 出生与幽佛 新三 目前住在斯里肯邦安 并在职讯工艺领域工作 周伟伦19岁时接触硬地滚球 他是唯一硬地滚球马来西亚运动员 他是2020东京残疾奥运会英帝滚球银牌得主 下集新视频会分享马来西亚人物发明家和创办人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的新视频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